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安静 你怎么了 没什么 只是你 你刚才说的那句话 让我突然想到一个人 是谁 对你重要吗 很重要 熙熙辰 你可不可以用英语 说刚才那句话 可以吗 你说哪一句 放松 用你的左手 冷却你的右手 算了 我为什么要那么说 拜托你了 你就说一遍行吗 你应该英文很好的 你就说 安德斯塔斯呀 放松 用你的左手 冷却你的右手 算了 不用说了 不好意思啊 可能是我最近太想她了 所以才觉得有点恍惚 你说的她 是不是你之前跟我说的 确定她不是爱情的 我也不知道 我嫌她好乱 不用管她了 不用管她了 安洁 其实我 你不用安慰我了 我没事 我只是有点怕黑 没事的 只是听电而已 还有我在 我在客厅点了蜡烛 你们要不要下来呀 好点了吗 嗯 让你尽孝了 主要以前经历过黑暗 所以就特别害怕 又回到那种感觉中 能看到真实的你 我真的很开心 是吗 现在这个社会很嘈杂 人们都用各种方式来保护自己 有些人甚至伤害别人 但只要能保持一个真实的自我 就能有一颗坚强的心 谢谢你啊 曾经我以为你是个很冷漠的人 没想到 你也会安慰人啊 那我能把它理解为对我的一种赞美吗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来电啊 好像要等很久的样子 你害怕等待吗 当然了 谁不怕啊 我不怕 我就是那个不害怕等待的人 我看见你 我肯定是把你搭掉的都是我们的 你肯定是把你搭掉的 你肯定是把你搭掉的 我肯定是把你搭掉的 你肯定是把你搭掉的 我肯定是把你搭掉了 有点的 是我之前因为粒子的事情 做得太过分了吗 没关系 为了给彼此一个最有诚意的惊喜 为了我们的未来 这点等待是值得的 明天的计划故地重游 二人单车一往西 一定成功 岸姐 你还记得这里吗 你怎么唱歌这么好听啊 你未来可以去当歌手啊 对了 你的腿还长 还可以去当模特了 未来你不会是个全能的国际巨星吧 到时候你可别假装不认识我哦 大明星 就算我当了大明星 我也要做你的小男友 小生一点儿 我也爱你 大人了 年少轻狂 最美好的时候 回想过去 难道 就回不了最初吗 韩姐 你会不会后悔有我这样的一个初恋男友啊 当然不会了 毕竟你是我青春里的一抹暖色 只是现在缘分尽了 童话般的初恋 究竟等不来童话般的结局 所以忘了我了 忘了过去 也为了这些抓不住的回忆 浪费了现在的时光 我不要 韩姐 我们真的回不去了吗 当年的一句玩笑话 此刻却成了真 我真的变成了大明星 但我更想做回你的小男友 露露 我现在正在忙 就这样 公司刚刚给你 接了个新的通告 电视台那边在等着你呢 别那么说我没空 我不是说了吗 今天不要打扰我 不行啊老大 这次通告很重要 电视台领导那边都在等着你呢 而且据说还请了米兰师多 你去江州的大佬们 你要是不来 他们一定会把我杀了的 我求你了老大 你这个没用的东西 那算了 等我 韩姐 你走吧 如果你愿意 我们可以改天再来这里 毕竟这里有我们曾经最美好的回忆 可是你不是都说了吗 这些只是回忆 你所回忆的过去 却是我们此刻无法到达的现在 可是 韩姐 你走吧 不要让露露久等了 走吧 那我送你回去 不用了 我想在这儿散散步 好吧 那你小心一点 我再给我个孩子 好了 你可不可以 因为我还是要不要 你要不要 走 我再给我把孩子 先生 你怎么了 药 在哪儿 可带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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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姐姐 抱抱 你这个小东西终于回来了 我真的抱不动你了 越来越重了 还好吗 很好啊 姐姐 带我出去玩吧 好了玉璃 姐姐还忙呢 你想去哪儿玩啊 我想去看电影 今天吗 嗯 那我们现在就去吧 走吧 姐姐 好吧 走了 电话 来 玉璃 晚上想吃什么告诉我 我想吃披萨 什么 喂 玉璃啊 我想吃披萨 学校后山 不许改期 不许拒绝 我现在就在这里等你 你不来我不走 好吧 我马上过来 姐姐 你说过要陪我看电影的 玉璃要看电影 不好意思啊 玉璃 姐姐 玉璃说点事情 改天再带你去看电影 好不好 我不忙 就不忙 玉璃今天就要看电影 姐姐 你先答应我的 好 好吧 玉璃啊 我们改天再约好不好 我刚答应了玉璃 带她去看电影 要不我们明天 或者后天 任何时间都可以啊 不行 必须是今天 你必须来 你不要任性了 我真的答应玉璃了 你怎么跟个小孩子计较 不行啊 简安杰 你必须来 玉璃 你是小孩子吗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就不能成熟一点 行了 我们改天再约吧 挂了 简安杰 我 喂 走了 看电影了 我会在这里等你 安杰 你一定要来 我会在这里等你 一直一直等你 不喜欢看 还好啊 你经常带她来看 儿童电影吗 只要有时间 就会带她来看 她很喜欢这 在这里 昨天 谢谢你啊 昨天 我记得我跟你一起 坐在客厅里 然后我睡着了 等我醒来的时候 我在自己的卧室 谢谢你 是吗 电影院里 不许说话 轻点 轻点 好 知道了 一辈子那么长 等你一会儿算什么 咱来换换地方呗 来 我 都不许说话 我 更好 我 你 我 我们 我 在这里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误唤星移 下去东来 我一直在原地等你 而你却根本不愿意及 我们来过这里 姐姐姐姐起来了 姐姐昨晚没睡好 让她再睡一会儿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睡着了 没有给你们添麻烦吧 没有啊 玉琳肚子饿了 你肚子饿了呀 你想吃什么呀 我想吃披萨 那好吧 我们带你去吃披萨 走吧 来 看来玉琳是真心喜欢你 如果可以的话 将来可不可以一直这样陪着她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说我曾是你青春里的一抹暖色 你说曾经最爱的人就是我 你这个骗子 你个大骗子 你知道吗 简安姐 我这么多年 我那么努力 我那么拼命工作 就是为了给你一个你所期待的温暖的家 现在加油了 你人呢 你人呢 我根本就想做什么大明星 我只想做你一辈子的小男友 我只想做你一辈子的爱人 我根本就想做你一个你 你 perd蚀欣 我根本就想做你一个人 我根本就想做你一个人 老大 你的脚伤得这么严重 我们还是去医院吧 去什么医院 难道你又要那些八卦杂志 有料包啊 这点伤自己包一下就得了 好好好 不去就不去 给你打工真不容易 大半夜也不能消停 永远都要胆战心惊的 生怕你又惹出什么妖蛾子来 你再说一遍试试 我不说了 不过老大 你脚伤成这样 估计这几天工作都没法做了 正好休息几天 我说老大 你该不是故意的吧 我错了 你怎么会是故意的呢 不过老大 你现在脚伤成这样 真的挺可惜的 公司最近帮你接下了 一部爱情电影 听说还是好莱坞的团队做的呢 那又怎么样 那又怎样 老大 这可是你成功传入好莱坞的绝佳机会 而且剧本特别好 怎么好好玩 怎么说呢 别的爱情剧里 男主角为了追求女主角 都是一部一部戏水长流 但是这部戏不一样 男主角一出场 就直接放大招 一招置敌 不是 等等 一招置敌 这是个好办法呀 反正我的房子已经装修完了 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老大 你怎么了 没什么呀 不过你这个经纪人啊 还真是挺牛的 挺牛的 我怎么了 老大 你别吓我 你脚受伤了 脑袋没事吧 我没事啊 你走吧 这就赶我走啊 可是你的脚还会有 不是 我都不好了 难道你想留下来事情啊 老大 那好吧 那我走了 那你好好休息 记得少走路 不能沾水 还有这些药啊什么的 行了 早点回去吧 好吧 那我走了老大 拜拜 好 拜拜 老大 不要沾水 拜拜 老大 不要沾水 喂 李公 房子装修怎么样了 基本装修已经好了 你就放心吧 那画画得怎么样了 那幅画已经画好了 这个呀 还得多亏了 都得感谢你的创意好啊 所以我们才找了一个 惊喜的绘画师 才把它完成的 那这样 我明天带个朋友过去看看 你们明天就放个假 好嘞 业主说后天过来看 明天放我明天下 看来 她后天是要请杨先生过来了 看来我得好好准备一下了 看到你们年轻人啊 我也很开心啊 颜小姐 祝你好运 嗯 等安杰 看到我为她精心准备了一切 一定会在我的感动之下 做我房子的女主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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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了 没问题 你就放心大胆地去做吧 交给了 露露 好 喜总 你好 最近没陪着叶令吗 听说她最近没什么工作 哦 那是因为老大的脚受伤了 受伤了 嗯 怎么了 严重吗 哦 好像是因为喝醉酒 踩到了碎玻璃渣子 给割伤的 喝酒 嗯 你是怎么当叶令经纪人的 啊 你忘了上次她喝酒 差点捅了那么大的娄子 但是喜总 老大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哪儿管得住她呀 而且她最近有老实心情不好 老大这个人就是太任性了 经常有好好的活她也不干 本来明天可以去摩托大赛 当评委的 但是老大也不肯去 我就说老大 你的脚受伤了没关系啊 你只要坐着就好了 又不要你走秀 但是老大说什么 家里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关系到她一辈子的 我能 啊 完了 我是不是说太多了 要不我怎么觉得 喜总眼里有股沙气呢 啊 完了 也就是说 叶丽使用了三次打招 结果都阴差阳错得不了了之了 她也太背了吧 与其说背 倒不如说我们俩缘分尽了 连老天爷都不希望我们俩在一起 我在想 叶丽被放了那么多次鸽子 她的什么表情啊 佳珍 你跟叶丽也是同学 要不看在老同学的份上 你帮我劝劝她吧 好吗 那可不行 感情的事啊得自己解决 这是你们俩之间的事 肯定得你们俩自己处理了 要是哥我以前 肯定快到斩乱嘛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呀 她手上居然有艾薇斯的消息 她手上有艾薇斯的消息 你这话说的 她手上要没艾薇斯的消息 那你连李都不想李叶丽了 怎么了 他什么气啊 佳珍 我在想 我是不是应该换种方式 换到艾薇斯的消息啊 什么方式啊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可以给大家看看 只要我找到艾薇斯里面 好吗 不知道 再衣装 再衣装 我们的工程 终于消息 那些 Mussart 讲 我们想要这些功能 最终的 明天我将带你去一个地方 明天是最后一次 过了明天 我就告诉你艾伯斯的消息 明天我将带你去一个地方 韩姐 明天 我将绕过所有无法预期的等待 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你 我爱你 嗯 怎么还不来电话呀 嗯 算了 知道你不是主动的人 不是说爱情要自己主动出击吗 那就我来主动吧 那就我来主动吧 我来主动 我来主动 走 请进 我来主动 那你现在可以把我眼睛上的四带拿下来了吧 想给你买一套大大的别墅 里面放满了气球 金色的装饰 然后呢 有很多很多百合花 安洁 这是我为你准备的礼物 叶丽 你 跟我来 这边 安洁 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为你精心准备的 因为你曾经跟我说过 你想要这样一个家 所以 这么多年来我努力工作拼命挣钱 就是为了有能力 给你布置这样一个家 安洁 你喜欢吗 这是什么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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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洁 这个家里什么都有 可唯多缺少你 可缺在你刚刚 你进房子的一刹那 我感觉 这个房子都温暖明亮了起来 原来你才是这栋房子 最不可或缺的存在 你还记得吗 你在哪里 家就在哪里 答应我 做房子的女主任好吗 我现在好乱 我以为我来 是能得到艾薇斯的消息 别管什么艾薇斯了 重新接受我吧 安洁 别再碰她 艾薇 走 安洁 艾薇 你不应该跟我解释一下吗 艾薇 我还有事晚点再说 你不说清楚 哪儿都别想去 艾薇你别闹了好吗 我闹我闹什么了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你可能不知道吧 客厅上的这个背景墙 是我杨雅丽画的 我亲手画的 为了画这幅画 我不顾淋雨 不顾感冒发烧 就是为了给你个惊喜 昨天 我听你给理工打电话 说你今天会带一个人来 我自作脱情地以为 你要带的人是我 可结果呢 我现在才发现 全天下最傻的人就是我 雅丽 你对我的痴情只能感动你自己 你知道吗 放过我也放过你 你对我的爱 就像在飞机上挡一艘船 永远没有结果 结果 你一直在和我说结果 那你跟简安姐就有结果吗 你为她付出了那么多 只不过是你一个人 在唱独角戏而已 你和我都一样 我们都不愿意承认 我们只是在自己三方面的爱情里面 感动着自己 都是假的 假的 雅丽 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 我恨你 我更恨简安姐 你们总应该去死 雅丽 雅丽 你冷静一下好吗 我得不到的 别人也别想得到 雅丽 你想要说什么呀 如果我不接你回来 你是不是就答应她 安姐 你有没有问过你自己 你到底爱不爱她 我答应她 我答应她 并不是因为她是雅丽 而是我突然想起了她 天哪 我到底在说什么 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自己在说什么 我现在真的好乱 告诉我 你不爱她 你放开我 你弄疼我了 跟我说你不爱她 齐先生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这当然跟我有关系 因为我才是 如果不是西西城突然出现 如果不是雅丽拉烛 我不让我追 这次安姐一定会回到我的身边的 你ada 安杰 来 吃点这个鱼吧 这个鱼啊 让林妈做得有点咸 少吃点给我吧 您最近身体不好 也少吃点咸的 好 听你的 这个好吃